好了,我们今天查进去诗篇十六篇 我现在读 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稣 然后第三节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征 他们所教练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被用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心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的心称颂 那只叫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常在夜间 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黯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必不叫你的圣洁 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经文 这里开始说 神啊,求你保佑我 保佑我 保守我 祝福我 因为我投靠你 因为我依靠你 我们依靠神 神就喜悦了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然后他对他的心说 他对他的心灵说话 我的心灵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神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我们的好处 都不在神以外 所有的好处 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的 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是耶稣为我们定死 在十字架上 是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可以有永生 然后神就祝福我们的生命 将平安喜乐力量赐给我们 将智慧赐给我们 也帮助我们能够信耶稣之后 与基督徒有好的关系 能够有被传导人 有其他弟兄姐妹建立 这些都是我们领受的好处 我们看到自然界 所有的美丽的花草树 所有的很好的美丽的环境 还有神创造的食物 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有所有我们的益处 所有的好的地方都是从神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 我们就会完全的信靠神 完全的说我有神就具足了 很多人就是他们 很多时候想到好处 不是想到神里面的 是想到我要赚钱 我赚钱了 我就有钱 我有可以买屋子 买车子 我就可以做不同的东西 他们就想到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赚来的 但其实这些都是神所赐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我们能够做供 是神赐给我们的健康 我们才能够做供 这个世界也因为有太阳与水 都是神创造的 有太阳与水 然后我们才有 才有食物 有泥土 才能够种各样的食物 都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看到科技 我们现在有的电脑 手机 都是神创造的材料 不同的材料 有金属 有手机里面不同的部分 有电脑里面不同的部分 都是神创造的 也是神赐给我们这个 智慧聪明 所以人能够创造 这么多的东西 有吃 有火车 有高铁 有不同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享受 都是神所创造的 也是神赐给我们 聪明智慧 可能你们不知道 第一个发明 发明这个器材的人 他的名字 英文叫Ford 中文叫Ford 它是这样的 它有这个意念 用这个汽油 放在一个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就是放在这个机器里面 然后用方法令它燃烧 燃烧的时候就爆炸 爆炸的时候就引起 带动这个车轮会转动 他发明的第一个 这个地步车 是在他的车房里面 他发明的 当他做好 首先他随时是用三轮车 然后将这个三轮车改变 然后在里面放了这个 引擎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叫 引擎 广州话 燃烧 他就做了这个 放在这个三轮车里面 就发觉他能够 令这个三轮车机动走路 然后他就发觉这个三轮车太大了 因为他改造了这个车 然后他的车房不能 这个门不够大 他就要拆了这个墙的一部分 然后才将这个车放在外面 然后他就第一次开这步车 当他开这步车的时候走路 在路上很多人都很好奇地看着他 这么有一步车 就是能够走路啊 这是他发明的第一步车 然后他后来就改善 不停地改善 就是这个开始发明这个车 反正觉得这是人创造的 但其实是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人能够有聪明智慧 能够想到不同的方法 能够有这个汽油 汽油其实是来自以前的动物死了之后 他们的身体变为汽油 然后这个油在里面就烧的时候就能够产生能力 这个也是神创造的 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看到的东西 我们眼前看到的所有明智东西都是神创造的 神创造的物品 然后我们将它改造 变为我们需要的东西 也是神创造的食物 神创造的泥土 太阳雨水 还有我们的身体能够做工 然后能够做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种食物 种不同的植物 能够有食物 神也创造有牛啊羊啊 不同的动物 我们可以养 然后可以吃 这些都是神所赐的 神也赐给我们有灵魂 我们可以想到有神了 这个世界有神的 寻求神 也是神启示给我们 启示给我们知道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这是很大的礼物 因为圣经将神的属性 祂的恩典 祂的救恩都形容出来 解释出来 当我们明白耶稣的救恩 我们就可以有永生 我们就能够心灵里面有满足 有平安喜乐 有力量 而且有属灵的智慧 而且我们 神给我们动力去侍奉神 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就是一杯凉水 我们给一个小子 也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所有的好处 都不在神以外 所有的好处 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想到神就很喜悦 很喜欢 很开心 感谢神啊 祢赐给我们的所有一次 我们能够唱歌 我们能够有耳朵 听到歌声 我们心灵会有感受 我们有眼睛 可以看见不同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别人 看到别人的眼睛 看到他们的表情 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可以沟通 然后在天堂里面 有更完美的沟通 与神和语言 我们现在在地上 也有与神和语言的沟通 虽然不是好像天堂就美好 还是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平安 喜乐 神的感动 神的带领 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祝福 神给我们的力量 帮助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 我们都说 神啊 祢真美好 祢真美好 所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的好处 每一样每一样 都是神所创造的 这是很小的东西 我们看我们的眼睛 有这个眼盖 有这个眼盖 我们就可以睡觉 然后我们有这个泪水 可以浸润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的眼睛不会太干 我们的口 有口水 然后可以 帮助我们吃东西 有牙齿 刚刚这个牙齿 进化论的人说 这是神 这是不是神创造 他们是说进化出来 但你想一想 为什么牙齿就是 生在刚刚适合的地方 而且牙齿很奇妙的 就是你咬 你的咬齿的时候 就是刚刚配合 刚刚能够 你咬的时候 能够咬东西 这个是非常好的设计 也有舌头 可以将这个食物 搅动 然后你吞的时候 它会进入我们的胃部 都是每个部分 都是神创造 都是放在最美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到的时候 说神啊 你真奇妙 我们的消化系统 能够消化不同的食物 我们吃了不同的食物 身体就知道是什么食物 是蔬菜还是肉类 不同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就发出 不同的消化液 能够消化这些食物 神也创造 捕入类动物 有奶 这个奶实际很奇妙的 很奇妙就是怎么样了 它里面有六样东西 是我们需要的 很重要的 有蛋白质 有碳水 化 合物 然后有 脂肪 有 矿物质 矿物质 然后有 有 维他素 维生素 然后有 这个 抗病的 抗病的 叫什么呢 抗 抗生素 能够抵抗疾病的 都是我们需要的 进化论人说 这是 自然变出来的 但你想一想 变出来的 可以是 眼泪 眼泪 海姐 婴孩 吃了 就不是食物 可以是 口水 可以是 喂 液 都没有用的 但这是刚刚 产生出来 这是 婴孩 需要的 这个 所有的营养 都在里面 尤其是 我们看到 鲸鱼 在 大海里面的 很大的鱼 是 是 哺乳 类的 鲸鱼 它 它的 婴还是非常大的 每一天都需要 很多营养 但这个 母亲就能够产生 这么多的 营养 给它们 而且 你们中间的母亲 都会发觉 就是 母亲 生了孩子 那一天才开始有奶 很奇妙的 没有孩子 就没有奶 因为这样会浪费 但孩子 出来了 身体里面 就有这个 这个 荷尔蒙 荷尔蒙 就能够 告诉身体 你要产生奶了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人 如果说是 进化出来 怎么会 就是在这一天 他知道 需要奶 所以就 令这个身体 产生奶 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我们就看到 神啊 我们所有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你以外 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希望 你们都好像我这样 啊 神啊 我真喜悦你 我真的感激你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来的 而且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有永远的福气 有天堂 真的非常好 非常美好 神为我们预备 都是美好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 每个基督徒都不会说 啊 我赚了很多钱啊 其实没有神 我们都不能赚钱 都是神给我们的力量 聪明智慧 我们才能够赚钱 我们就感谢神 神啊 你给我们力量 去赚钱 也是神创造太阳与水 所以我们能够有 不同的食物 有不同的 这个世界上 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都有 就感谢神 神啊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以我们不要骄傲 觉得是我们自己 赚来的钱 买的东西 而是说 是神给我能力 去赚钱 去做工 也是神供应我们 有太阳与水 有泥土 有各样我们需要东西 然后我们才能够有食物 还有各样的材料 建造房屋 建造不同的东西 建造电脑 手机 都是神所赐的 我希望我们每一天 都不停地想着 啊 神的恩典真是很大 每一样我有的 都是从神来的 每一样东西 都是从神来的 神真是美好 没有神就 什么东西都没有 有神就万世主 所有的东西 神都赐给我们 我们就说 神啊 感谢赞美你 我有神就万世主 有神就 所有的东西都有 没有神 什么都没有 所有都是从神来的 地狱 为什么这么恐怖了 因为在那里 所有神 创造好的东西都没有 其实现在 没有信耶稣人 没有信耶稣人 也会享受神吃的 很多恩典 例如食物 是神创造的 空气 太阳 雨水 都是神创造的 在地狱里面 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 有些人去过地狱 他们说 他们需要呼吸 但没有空气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 没有空气 但需要呼吸 但很辛苦 但也不会死掉 在地狱里面 不停地受苦 很热 很热 但不会死掉 在地狱里面 再没有享受的感觉 我们现在 呼吸 会有享受的感觉 我们吃食物 有享受的感觉 我们语言沟通 有享受的感觉 我们抱着孩子 有享受的感觉 在地狱里面 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但在天堂 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并且是最完美的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真好 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 都不在你以外 在地狱里面 就所有好处都没有 所以都是痛苦 极度的痛苦 所以我们必定 肯定我们信亚受 并且跟从亚受 因为不但是信亚受的人 才能得救 信亚受得救 但信亚受必定 跟从亚受 信靠亚受 信靠亚受 尊重亚受 才保持与神的关系 如果没有信靠神的话 没有尊重神 就不能保持与神的关系 我们得救是悔改 信靠亚受就得救 但得救之后 圣灵就感动我们去改变 这也是神的恩典 神就感动我们去爱神 尊重神 亲近神 尊重神 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 我们就不停地 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能够从神得利 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天堂 如果圣信亚受没有果子 完全没有果子 完全没有生命的果子的话 他是不能得救的 他因为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所以我们就说 信亚受真好 我尊重亚受真好 当我尊重耶稣 当我爱耶稣 神就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 各方面的恩典 神都赐给我 我们就每一天感恩 也会喊喜乐 我每一天很多很多次赞美主 耶稣你真好啊 哈哈哈哈 神的喜乐就充满我们的心灵 我来的时候我为你们打告 你们都有些人就有喜乐充满 你可以这样呼叫神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爱我 你可以现在这样做 哈利路亚 耶稣爱我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神的喜乐就充满我们的心 耶稣说信我的人 在从他腹中中流出 活水的浆盒来 我们在里面圣灵的河流就流出来 这个非常的美善 这也是我们所得到的好处 都不在神以外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这些好处都变为更加强烈 所有这些福气都会加倍的 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见到有些人去过天堂说 那里的所有的颜色 是这么美丽 所有看到那里的东西 比地上美丽很多很多很多倍 我们也可以享受神的爱 神的喜乐 享受弟兄姐妹的 比起相爱 比起见纳 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们有永远的好处 但我们常常以神为乐 以耶和和为乐 他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我们想到所有好处都不在神以外 我们就会赎上神的恩典 神啊你真好 我想到你的恩典就喜欢 我就享受你 我就欣赏你 我就享受神的同在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智慧 就知道他是美善 哈利路亚 真的他是美善的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所以我们就整天 我希望我们整天都以神为乐 想到神的美善 我们就感谢神 喜悦神 爱神 称颂神 赞美主 尊重神 荣耀神 服侍神 神就喜悦 神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神也将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成为尊贵人 我们就越来越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希望你们信耶稣 不但是信耶稣 而是进入神的所有的福气里面 全心地爱神 尊重神 服侍神 我们就能够进入神更完美的恩典 更完美的计划 整个生命被提升 所以我希望你们整天 从早上到晚上 都不停地赎上神的恩典 不停地感谢神 爱慕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 我希望你们记得这个经文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西篇十六篇二节 哈利路亚 然后 这里 这个图画 你们看到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有什么好处 神将恩典 倾倒在我们身上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祂赐给我们太阳与水 有美丽的景色 有各样的动物 也给我们身体 可以有健康的身体 也赐给我们有教会 有各样的食物 有教会 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我们就赎上所有的礼物 都是从神来的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然后第三节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有 有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我们就说 神啊感谢你 因为 我们看到爱主的基督徒 真的有美又善 应该每个基督徒 都是又美又善的 但可惜的是 很多基督徒没有爱主 所以他们的圣民 很多怒气 很多烦恼 很多低沉 很多不好的意念 容易骂人 容易发露 其实他们不是 彰显神的荣耀 但如果这些基督徒 爱主的话 他们又美又善 是最美好的 是我们可以喜悦的 所以我们就欣赏 我们周围的基督徒 他们又爱主的 他们又美又善 他们的生命 真是很勇美 充满神的荣光 有善良 所以我们在 教会里面的相处 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在教会里面的相处 世界上是没有 这么又美又善的 我们就说 神啊 真美好 因为你这样 弟兄姐妹 赐给我们 是我们可以享受 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成为朋友 成为好的朋友 在世界上 有弟兄姐妹 一同陪伴 一同走天路 就在这条路上 不会孤单 有些人没有结婚了 他们有弟兄姐妹 也可以很享受 弟兄姐妹的关系 是我们可以喜悦 也感激神的 我们感激神的恩典 我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另外 我很多好处 都是从人来的 因为神祝福人 人就祝福我们 他们的爱心 也是从神来的 他们对我们的关怀 帮助 也是从神来的 神赐给我们 他们生命的改变 然后他们祝福我们 我们感谢神 神透过人 祝福我们 我们就喜悦 我们就开心 快乐 哈利路亚 然后就讲到 就是不信耶稣人 以别人代替耶和阿德 他们愁苦 必加重 他们所叫 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这个就是 不信神的人 不甘从神的人 他们的愁苦 必加重 他们都是神不喜悦的 同时我也会说 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 但他们心里所渴慕的 是世界上的东西 世界上的钱啊 人的赞赏 人的好处 都是追求人的好处 追求世界上的享受 我们享受 世界上的东西没有问题 但他们觉得是 从人来的 从别人来的 所以他们要 要依靠人 我们要祝福人 帮助人 但我们不要依靠人 很难是依靠人 不是依靠神 他们其实以这些人 代替神 神就不喜悦了 神不喜悦我们 依靠人 不是依靠神 神不喜悦我们 追求世界上的福气 钱财啊 世界上的 所有的东西啊 他们追求有大物质 大车 有人的 乘谢 有世界上的 好的东西 在公司 有高的职位 这都是 他们追求 世界上的事情 以别神 以别的福气 代替 耶和华的福气 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们 淡淡 依靠神 神是我的福气 的来源 当我们看到 人的好处的时候 我们也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 但他们 我们应该明白 人的好处 也是来自神的 就是 例如我们的家人 如果他们 没有信耶稣 他们对我们好 也许神将 爱家人的心 放在他们里面 我们就感谢神 神将这些家人 赐给我们 他们也照顾我们 对我们好的地方 我们就感谢神 所有的福气 其实都是 从神来的 我们就感谢神 感谢神 有我们的家人 有别人 将福气 带给我们 我们将荣耀 过于神 我们也感谢人 但我们知道 来源不是来自于人 所以我们不是 就是 抓住人 不是从人 得到安全感 而是从神 来到安全感 这样的话 我们就 生命就 有平安 有力量 有 喜悦神 神就 喜悦我们 我们就 珍惜基督徒 也希望带领 我们的家人 都信主 并且他们 信主之后 都带领他们 明白 我们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当我们 单单看着 神的好处 我们整个生命 就会变为 美善 我们整个生命 就非常 充满 个人的恩典 我们带领 人信主之后 不要让他们 就是追求 世界上的事情 帮助他们 追求神的事情 感谢神 我们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他们就会 全心的 倚靠神 也去爱 去爱人如己 这样的话 神就喜悦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不要跟从 这些不爱神的人 没有赠从神的人 他们不赠从神 生命就有很多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图画 看到什么 什么问题 就是看到 人的自私 然后 人的怒气 然后 人的贪钱 然后 减贤化 人的罪 都是带来 这个社会 很多问题 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 有很多很多的罪 很多的战争 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问题 我们就说 神要帮助我们 不要跟从 世界的人 我们跟从神 也了解 跟从世界人 他们就愁苦 必加征 然后 第五节 一号是我的产业 是我被中的分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醒 良给我们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 实在美好 神是我们的产业 很多人看 屋子 车子 钱 是他们的产业 这也是 但最重要的产业 是神 是神 本身 还有神 赐给我们的 各样的福气 我们有的福气 我们有 居住的地方 我们感谢神 赐给我们 居住的地方 我们感谢神 我们说 这是来自神的 所以我们的产业 我们不是注目在 这个屋子 车子 钱 我们是注目在神 神是将各样的福气 赐给我们的 耶和阿是我的产业 有神 万事主 有神就有 所有的福气 祂是我的产业 是我的一切 是我被中的分 我所领受到的 一份的礼物 恩典 都是从神来的 所有的恩典 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 有些基督徒 他们很看重 就是得到福气 得到钱 得到屋子 车子 都是看到 要追求 地上的东西 有些很看重结婚 其实保罗说的 在哥林多前书 七章讲到 独生的 其实他们也是很好 因为他们能够 专心的侍奉神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 需要结婚的 但很多世界上人 就说必定要结婚 这个是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就说 神是我的产业 没有老公老婆 不要紧 如果神预备 为了预备 非常好 但没有的话 也不要紧 我们也可以享受 生命 神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的一切 所以我看到 所有我们拥有的东西 都是从神来的 神才是我们的 真正的产业 感谢神啊 我们有神 这么美好的产业 超越我们地上的物质 房子 超越地上的钱 所有地上的财物 不如神 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 所以神是我的产业 是我必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宝贵 就是说 我们得到的 神的恩典 赐给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物质 车子 钱 我们的朋友 都是神赐给我们 就求神为我们 持守 当然我们自己 也要持守 很多基督徒 他们跟从世界的方式 容易吵架 容易吵架的时候 有什么发生呢 家庭就很多吵架 他们说 我的家庭不好 当然要发露了 但其实越发露越不好 越发露越骂人 我们就破坏 神赐给我的 我所得的 有人所得的 他的罪就破坏 而不是被神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也 持守 神给我们的福祭 神给我们的家庭 我们就珍惜 善待他们 令他们觉得被爱 开心 很重要 但很多次看中什么呢 看中家人 都是做的 什么事情都做得对 他们 都看中这一点 所以他们做的不对 就发露 都是注目在事情 不是注目在人 但如果我们注目在人 就是说 神 人对我们做很多好的事情 我们就珍惜 我们就说 他对我这么好 我要令他开心 这就是爱 我想令他开心 我想令他觉得蒙福 我去祝福他 欣赏他 这个就是神喜悦的 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得到的 他们不知道怎样持守 他们自己破坏 他们发怒 他们骂人 他们讲闲话 有人不好的地方 他们背后讲闲话 就后来带来 很多人际的问题 这个就是他们破坏 而且另外 我们有的名声 就是我们的声誉 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 怎样 有好的见证 都是重要的 我们怎样持守了 就是说 我们有好的见证 让人看到说 神这个人真是美好 他们就会说 这个人的生命 这么美好 我们就持守我们的名声 就不会被人 伪谤 就会 人就会不会说 他真的生命没有用 他做的不是好事 但如果我们 持守我们的生命 保持我们的生命 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里面 就是有平安喜乐 有爱人的心 常常关心人爱人 例如我对我的太太 常常是想到 我怎样令她更开心 令她每一天 见到我的时候 我都是令她开心的 我都是说一些话 令她开心 做一些事情 令她开心 做什么事情 都令她享受生命 所以她见到 我都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想令她开心 她也开心 她也令我开心 我就是我持守 另外我也求神持守 我求神保守我们的健康 另外一方面 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健康 我们不要吃垃圾食物 我们要有好的食物 我们也有运动 有太阳 有运动在太阳之下运动 我们的身体就能够保持健康 也有开心的情绪 常常开心 常常快乐 我们的生命就更容易有福气 因为开心的时候 身体就更健康 开心的时候就日多朋友 人就喜悦我们 我们语言交往 人都喜悦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彰显神的荣耀 这样的话 一方面我们取守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也求神保守 我们怎样求神保守呢 我们必定是与神有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与神好的关系 祷告但是祈求 但是祈求不是保持好的关系 因为圣经里面说 最大的诫命是 尽心尽性尽义尽义爱神 是爱神 是最重要 我们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眼镜 为一种看见的恩典 所以很重要 我们想神 持守 为我们持守我们的福气 我们不但去祈求 很多人就是祈求 神啊给我健康 神啊 为我预备 一个老婆啊 神啊 为我预备一个孩子啊 神啊 为我预备工作啊 预备钱啊 都是祈求 但是祈求其实是注目在自己的需要 注目在自己的需要 其实不是神最喜悦的 因为神说 祂最喜悦是我们爱祂 我们爱祂的时候 祂就喜悦 祂就祝福 所以我们想神 持守我们所得的 我们就 亲近神 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 侍奉神 侍奉神的人 神就尊重 专心爱神的人 神就将我们变为尊贵 叫我们放在高处 叫我们成为尊贵的人 神就喜悦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最大的福气 所以我们希望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神啊 一方面是我们 爱神 也爱人 保持里面的平安喜乐 放下怒气 放下烦恼 放下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常常在平安感恩的心 我们就越能够持守 我们有的恩典 我认识一些基督徒 他们整天有烦恼 怒气 然后他们怎样呢 他们与人的关系就有问题 与人的关系有问题 工作也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教会生活有问题 弟兄姐妹都不太接纳他们 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好的见证 这样的话 他们自己破坏自己的生命 他们这样破坏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们与神关系不好 神也不会持守他们的恩典 为什么呢 因为魔鬼来偷窃杀害委坏 魔鬼看到有人犯罪 他很喜悦 魔鬼看到有人发怒 他很喜悦 有些人说 人做的不好 当然是发怒 但越发怒 其实不会得到神的计划的 发怒不会见到人的 发怒不会令人觉得被爱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们用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以善圣恶 人不好的时候 我还是用善良对待他 这样的话 神就喜悦 神就持守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 自己靠着主 持守你的家庭 持守你的健康 持守你的平安喜乐 持守你与神的关系 持守你的侍奉 持守你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侍奉的话 很重要 怎样持守我们的侍奉呢 是不要骄傲 不要用人的方法 有些时候人用人的方法 就说 你看我做的这么好啊 你看我做的侍奉 这么美好 这么伟大 这样的话 他就去破坏 他自己破坏 因为神不喜悦 而且魔鬼就来偷窃 人有 骄傲 魔鬼就来偷窃 杀害毁坏 他就不能 取守神的恩典 魔鬼就偷窃 他所有的福气 我见到有些人 他们健康不好 羽然关系不好 情绪不好 与神 关系不好 家庭不好 所有都不好 工作不好 然后后面说 用心连给我们的地界 坐落在家里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当我们爱神 真从神的时候 神连给我们的福气 连给我们的产业 就是非常的美好 当我们爱神 神就这样最好的 赐给我 我们 我感谢神了 我的生命 当我出信主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信 侍奉神 我就 常常传福音 跟从神 神就祝福我 我很感谢神 尤其是当我 圣灵充满救 我更 全力的 全心的 侍奉神 尊重神 全心的处理生命 神就很喜悦 神就扩张 我的侍奉 我感谢神 给我这个宣教的机构 我可以帮助 不同人 不同的国家 我去过15个国家 宣教 帮助不同人 为我开路 祝福很多人 我感谢神 神为我开路 我们爱神的话 神就为你开路 如果你在信封中 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灵命 慢慢你可以帮助两个三个 慢慢你的信封就会扩张 你就能够祝福更多人 所以神呢 扩张我们所做的 叫我们的产业 变为更美好 更充满神的恩典 神的恩赐 神的资源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聪明 很好的朋友 在我们周围 这样的话 我们就整个生命 都去蒙福 我感谢神 我认识的人 都与我有好的关系 他们都看到 我是有爱心的 所以他们对我也非常好 我也享受 我也享受与人的关系 我去到什么地方宣教 去到什么地方讲道 我都享受与他们的关系 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就神的 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然后我必称颂 那举教我的 以后啊 我的信长在夜间 也警戒我 我感谢神 神会教导我 这里讲到神的恩典 就是祂教导我 教导我 指教我 教导我 不要犯罪 神教导我 其实我在圣灵充满之后 才有这个教导 更清楚 就是犯罪必有破坏性 我以前也听过这些经文 但好像没有深刻的相信 没有罪 就是任何的烦恼啊 负面想法啊 任何的怒气啊 任何的埋怨啊 任何的啊 对人的 清康人啊 藐视人啊 任何的负面想法 都有破坏性 圣灵现在告诉我 犯罪必有破坏性 完成 必定 罪必带来破坏 所以我就 全力的对付罪 有任何罪的意念 我马上处理 我不让任何的负面情绪 留在我们里面 我都反思我的生命 是不是我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我都尽力去处理 我就感谢神 神指教我 去处理生命 给我这些好的教导 我就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谢神 神给我丰盛的恩典 哈利路亚 然后我的心肠 在夜间也警戒我 这里所说的心肠 一方面是讲到 我们有属神的生命 我们的属灵生命 也有圣灵基础在里面 也在夜间警戒我 在尤其是我们安静的时候 神就提醒我 警戒我 我们看到这个图画 这个左边的 就是说敬拜神 称颂神 祂教导我 然后右边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些 钓鱼的时候 你用这些 小的虫啊 放在鱼垢上 然后你钓鱼 魔鬼就用这些东西 钱啊 女性啊 男性啊 职业啊 职业啊 世界上的东西 用钱来吸引我们 当我们跟从 这些世界的东西的时候 啊 就会 进入罪里面 魔鬼就破坏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明白 爱世界 后果去自己受苦 我们里面就会有这个提醒的声音 我希望我们珍惜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声音提醒我们 不要犯罪 不要发怒 不要骂人 不要伤害人 去祝福人 爱人 去荣耀神 不要骄傲 这是圣灵的提醒 我希望你听到神的提醒 说这是神的爱的表德 是神爱我 所以祂指教我 提醒我 警戒我 所以我就说 神啊 感谢你的声音 我愿意赠从你 我愿意跟从你 我愿意回应你的声音 我不要跟从我自己的 罪的性情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还有罪的性情的 罪的意念 我们还有的 我也有的 但我们越亲近神 这个声音越少 但也会出现了 有些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烦恼啊 有一些不开心啊 都是这些罪出现 我们就马上处理 最好是一秒钟 几秒钟就处理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回应神的感动 我就说感谢神 神在提醒我 我就回应神 神的声音非常的美善 我就希望我们都去 尽力处理我们的罪 让我们生命活在圣洁里面 活在爱里面 神就喜悦 所有人也喜悦我们 然后第八节 第九节 讲到与神的关系了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按人去住 所以我们将神 常常摆在我面前 我们常常想着神 神啊 感谢你 我们赞美主 神就住在我们的赞美之中 神就在我们前面 感谢神啊 感谢天父 我们爱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以神为乐 你这美好啊 我们就常将神摆在我面前 常常见见神 因为他在我右边 神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我就不会被人影响 很多人很容易被人影响的 他们怎样被人影响呢 人做得不好就发怒 人骂我们 我们就发怒 其实人骂我们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们就处理 人骂我 我可以以善圣恶 有些人说 哇 这个太难了 这个就很不公平了 但其实我们越发怒 越不公平 如果他发怒 我越发怒 也是犯罪 犯罪就给魔鬼留地步 神也不祝福 所以容易发怒的人 容易骂人的人 容易伤害人 就发着他们生命中 有不同的破口 所以我们就说 神要帮助我们 不治摇动 不被人影响 不被情绪影响 不被环境影响 有什么困难的东西 马上处理 不要紧 神必定帮助我的 有困难 神必定帮助 所以我们就放心 轻松地 倚靠神处理生命 这样的话 生命就平安了 有人骂我们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他骂我们的声音 在空气中 只有半秒钟就消失了 我不要放在心上 他骂我没有用 我不需要继续地想着这一点 他骂我不要紧 他骂我没有权柄 他的声音没有权柄 不能影响我 但如果我发怒就影响我了 所以我看到有人伤害我 我不放在心上 不要紧 我分辨他是有问题的人 我就不放在心上 我就不去摇动 我就平安 轻松地 轻轻松松地面对 这样就是聚会 有神在我们面前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然后我的整个心灵 就开心快乐了 快乐是非常美好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们越喜乐 身体就健康 因为我们科学家发现 当人喜乐的时候 身体出的荷尔蒙 就是对健康有益处的 人烦恼发露的时候 出的荷尔蒙 是有毒的 就破坏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越清精神 越喜乐 我们就越蒙福 身体有健康 灵也平安喜乐 也有力量 人不开心的话 他灵你 没有力量 与人的关系也好 所以喜乐是良药 不喜乐 烦恼入气就破坏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 喜乐是最美好的 但很多人不是喜乐 他们是什么 是平淡的感觉 有些时候是没有烦恼 有别人伤害就烦恼 然后平时是平淡 但其实平淡 不会建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每天 享受神的恩典 神就能祝福我 神圣灵感动我 我感谢神 神就这样平安 喜乐 我爱神 神就喜悦我 我坐在人的身上 神就喜悦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 我坐到神喜悦 我就可以开心了 所以我整天 尽量在这种 这种开心的状态 我为神做什么 神就喜悦 我亲近神 神就喜悦 我感谢神 神就喜悦 我帮助人 神就喜悦 我荣耀神 神就喜悦 哈利路亚 哈 哈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这是圣经说的 我们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神是喜悦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要为他欢喜 所以我们就可以喜乐 因为神是喜悦 所以我们这样 尊重神 亲近神 侍奉神的 我们知道神喜悦 神在笑 祂因我欢心喜乐 默然爱我 且因我喜乐 而欢呼 西方耶稣 三章十七节 神因我喜乐 而欢呼 神很开心 喜乐 而欢呼 祂必定在笑 所以我也笑 哈哈 感谢天父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常常在神的里面 赎上神的恩典 我们的灵 心灵就快乐 肉身也安然居住 身体也舒服 如果你留意 放松自己 爱神的话 你会发觉 身体很舒服的 身体有一种 舒服的感觉 很平安 很轻松 很舒服的 哈 你现在试一试 爱着神 闭上眼睛 感谢天父 你看看 有没有感受 一种平安的感受 身体的舒服 在你身上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哈 当你感受到 身体舒服 心灵平安 你就感谢神 神真好啊 我们就可以 喜乐神 带来平安 喜乐 舒服的 哈哈 因为我进去神 我马上就感受 很平安 很舒服 我知道是神吃的 我就喊喜乐 我希望我们 整天都是这个状态 整天都是感谢神 不但是平淡的情绪 而是平安 喜乐 开心的状态 神就喜悦 我希望你们都去 在这个喜乐的状态 常常都平安 喜乐 然后 第十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 撇在 印尖 也不叫你的圣洁 见小坏 见小坏 这里首先是说到 大卫的 神 不会将属神的人 的灵魂 撇在 印尖 撇在 印尖 神 必定 保守我们的灵魂 能够去到天堂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灵魂 必定 去到天堂 信靠耶稣 尊重神 不但是信靠 信靠没有尊重的话 就是与神 没有 关系 就是信息 没有行为 是死的 所以我们必定 不停地悔改 不停地 跟从神 尊重神 这样的话 我们信靠耶稣 也跟从耶稣的话 我们的灵魂 就属于神 我们就会 有永生 神就 这样 现在我们 已经是神的儿女 将来也会 永远与神 同在 也不叫 你的圣洁 见小坏 这个 其实这个预言 是预言到 耶稣的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 这里说 弟兄们 先祖大位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 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 还在我们这里 三十一节 就预先说明 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时 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 小坏 这里说 这是首先 这个应验在 我们的身上 这个灵魂不撇在阴间 但也应验在 基督耶稣身上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不去在地狱里面 他的肉身也不见 小坏 神 所以这个是预言 耶稣的 他的身体不小坏的 他虽然被人 钉在徐加上 死了 但他死了之后 身体并没有小坏 神保守他的身体 然后三天后复活 他的身体没有见小坏 这个是预言 所以除了四篇 二十二篇预言 耶稣 手脚被人 炸透 七寸 七窜 然后他的衣服被人分了 这个预言 耶稣定许之下 在 这个 《单语里书》九章 也说到 这个圣洁 这个 圣洁被杀 这个预言 预言 关于耶税 关于耶稣被杀的 《单语里书》 也预言 你们会呼求我 这是你用 你炸的 就是这个 他们炸透 耶稣的泪旁 这个就是 圣经有不同的地方 都预言到 关于耶稣的 神的受告者 被杀死 但 他虽然被杀死 但他身体不见小坏 他的灵魂 也没有留在硬件里 他的灵魂 与神同在 因为他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给你 然后他告诉 这个犯人说 今天 你必与 我 同在 这是与他 同在 然后他将灵魂 交给神 所以他的灵魂 是与神同在 这个犯人 也与他 在乐园里面 有些人说 乐园是 天堂以外的地方 但其实 耶稣说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面 所以他去 他的灵魂 去到天父那里 所以 这个 这个 乐园 不是另外的地方 而是天堂 因为 有些人 解释圣经 这是看 自免的 自免的意思 不是看 整本 整本 圣经 去解释圣经 从整本 圣经 从耶稣定死的时候 他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给你 所以他去 将灵魂 交给天父 所以他去 这个乐园 是与神同在 这是天堂 不是另外一个地方 乐园 乐园是形容天堂 有些人不明白 以为乐园 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不是 正确的解释圣经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们也感谢你 因为你 你将我的 保守我的灵魂 有一天 我的灵魂 现在是神保守的 将来也永远 与神同在 我们现在 我们身上 也有神的荣光 不但去去 天堂的时候 现在 我们有神的荣光 在我们身上 我们见不到 这个荣耀 但我们是有 神的荣耀 神同在的 所以 邪灵 怕我们的 我曾经为人 感邪灵 这些邪灵 见到我就怕 有一天 有一个人 来到我的 教堂 以前的教堂 他进来 他说 哇 这个地方很干净 我说 什么干净 他说 没有那些 邪灵 我说 你是不是 常有邪灵 他说 是啊 那我 我说 他说 他整天 都有一个邪灵 跟随他 我就问他 现在邪灵在哪里 邪灵说 他不进来 在门口 我就说 好了 我走过去看看 我走过去 他说 啊 怎么 这么快就走了 他马上就走了 因为怕我 因为我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荣光 有神的圣灵 在我里面 然后 他说 路上常见到邪灵 你就在外面 看一看 有没有 他说 有啊 远处 那我说 我们走过去 走过去一步 他说 哦 又走了 所以我们有神的荣光 我们 我们的灵魂 现在是在神的保守里面 我们信靠神 跟从神 真从神 神就 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必定要清楚 是信靠耶稣 耶稣得救 但信靠耶稣 必有生命的改变 我们生命 不会彰显出来 然后 神就保守我们 我们将来 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 就不会见小坏 对不起 然后 我必将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接下来你说 神啊 你真好啊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我们走的路 是生命的道路 是美好的道路 有些人说 我的道路不好啊 很多苦啊 很多辛苦的地方 但我会告诉你 有神万事主 神会祝福你的生命 神会保守你的生命 虽然地上有痛苦 但神的恩典同在 神陪伴我们 我们就有福气 所以我们的道路 是福气的道路 是生命的道路 我们不要被 一些困难影响 困难不代表 神不爱我们 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神必定祝福 就好像约瑟 他被卖到埃及 他是很困难的 但还是在那时候 神与他同在 所以我们的道路 有困难 不代表 神没有陪伴我们 神还是陪伴我们 所以求神带领 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 不要走在世界的道路 不要走在追求 前的追求世界的道路上 要走在神的道路上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令我们满足的 是会满足我们的心灵的 在英文 原文是 in your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这是充满的喜乐 这是充满的 不是泄少喜乐 是充满的喜乐 我希望我们整天 赞美酒就有充满的喜乐 在你右手 有永远的福乐 英文是 at your right hand or pleasure forevermore 这是永远的 开心 永远的享受 这个pleasure 跟喜乐有不同的 这个是有福乐 是有福的 是开心的 是享受的 这有享受的意思的 所以在神的右边 我们有永远的享受 永远的开心 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常常不开心 因为家庭有问题 不开心 但其实家人有问题 不代表我们 要失去我们的喜乐 他们有问题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们还是依靠神有平安 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 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神的右边 有永远的福乐 这是永远的开心 永远的享受 所以神的旨意 不需要我们受苦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不需要受苦 有困难 我们还是感恩 我们就从神得利 我们就可以 有满足的喜乐 而且也享受生命 很多基督徒 没有享受生命的 他们觉得生命很苦 所以都是想到 生命中不同的 不好的东西 他们生命中没有享受 要好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是想着 不好的东西 有享受的时刻 吃饭的时候 不去想着食物很好 而去想着 家人吵架 别人对我不好 都是想到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没有享受 没有享受生命 他们的婚姻 很难会喜乐的 我发现有些人 他们从来在生命中 就是没有享受 没有喜乐的 都是苦的 你们想一想 你们的生命 是不是苦的生命 是不是整天 都很苦了 我希望我们都说 在神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 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常常 赎上神的恩典 常常享受神 我们就 每一天都 喜乐平安 赎上神的恩典 就每一天都享受神 哈利路亚 神真美 哈哈哈哈 神天到我赞美主 祂也喜乐 我也喜乐 神开心 我也开心 感谢天父 这个诗篇十六篇 是非常美好的诗篇 希望我们都用心去读 诗想 让神的福气 神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灵 整个生命 都充满恩典 好像诗篇九十四篇 十四节说 请你使我 饺饺饺得你的慈爱 好 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在大卫 大卫生命中 有奇妙的工作 大卫能够 赎上神的恩典 他非常的感恩 所以他写的诗篇 都充满感恩 充满享受神的意念 求神帮助我们 好像大卫 这样 享受神 赎上神的恩典 就非常的 蒙恩 非常的 充满爱 充满享受 每一天都享受神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神是美善的 神是喜乐的 神是充满爱的 神是开心的 我们就享受神 我们正从神 做神吩咐的 神就喜悦 神就喜悦 就祝福我们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反思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有不同的烦恼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烦恼 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来 有家人对我们不好 不代表我们要 要不开心 我们就说不要紧 有些人说 啊 我的盼望在我的老公身上 在儿女身上 他们不好 我就不能开心了 我希望我们明白 我们的盼望 不是在人身上 不是在老公 儿女 而是在神身上 我们有神万事足 有神 虽然家庭有困难 我们依靠神 有神的平安 我们就可以将更多爱 放在家庭中 我们越多爱家人 家人越多平安喜乐 慢慢家庭 家庭就会被抑制 我们越发怒 家庭就越困难 我们越感恩 越有平安喜乐 家庭就越充满喜乐 求神祝福我们 承受神的产业 并且保守这个产业 也求神保守我们产业 叫我们所得的 祢为我们取守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耶稣真美好 我们将荣耀归于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美好 感谢天父 这样祝福大卫 也透过大卫祝福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想到我们个人的恩典 从神来的恩典 也想到神的圣名 他们有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